台湾搜水油风暴持续发酵 近日更登上美国主流媒体 时代杂志斗大标题写着 搜水油丑闻再次引发大中华地区食安恐慌 纽约时报专栏则指出 台湾搜水油丑闻爆发于中秋节期间 影响民众购买月饼意愿 另外彭博商业周刊 也以被污染的猪油为题大篇幅报道 这是继2011年塑化剂事件 2013年棉子油混冲食用油事件之后 台湾食品的国际形象再次受冲击 旅游业也担心连带受影响 当然短期之间是看不出来 因为他们来台湾的旅程是很早就安排好了 可是最近这个新闻不停的报道 难免会吵出一些不好 而且是负面的一些印象 已经用的赶快把它除掉 那这样的话我想我们把损害控管 在最低的一种程度之下 是我们乐于看到的 我们不喜欢 好不容易把观光做起来的一个市场 就这么砸下去的 台湾近年来以美食行销观光 夜市小吃摊都是国外旅客潮汕行程 但近几年几波食安风暴下来 MIT反倒成为黑心食品的代名词 也让陆客买的不安心 会有点担心吗 那肯定有 那肯定有啊 这样子 对肯定不敢尝试的 肯定不敢尝试 是吧 它会不会影响你买那些糕饼的音乐 多少也有点影响 是 我们觉得导游旅我们去的地方应该都觉得挺好 挺安全的挺好 因为我们不自己出去买东西啊 因为他说了万一要不安全呢 所以我们就不自己出去买东西 买得少啊 但是 反正每样都买得啊 没有买太多 适逢大陆旅游旺季十一长假前夕 台湾爆发搜水油丑闻 旅行业者表示还没有出现退团情况 导游们将更注意观光行权和品质 维护宝岛的观光形象 中央社记者洪黄军章雅婷台北报道 谢谢